2022年中朝联赛第17轮的一场补赛 由深圳队对阵山东泰山队去 进球 想要寻找机会 时间至少还有 好球 格雷桑传进来 菲莱尼泰山压顶 被挡出来 还有不射 莫伊赛斯 外围进去外 再来一脚 远射 董春宇把球最终拿到了自己的怀里 上半场第27分钟 山东队今天第一波有威胁的攻势 斜插到底线附近 转回来 空了 船中菲莱尼已经插到了小金区里头 这下呢 压住了林采明 但是跳得太高 球点低 没有顶上力 前场定位球 这也是好机会 镜头对准 菲莱尼前点 这球还有机会 刘洋再打门前 搅球 前点好像是刘洋的 投球后蹭的攻门 董春宇又做出了一次 神速的扑就 深圳队的球门造成了巨大威胁 刘洋 刘洋最近状态是真的不错 相对到目前为止的几次进攻的威胁呢 都需要在某一个环节上突然的去提速 又有机会 自己射门 克雷桑一脚打门球进了 第三十九分钟 锁落门开 山东泰山的克雷桑 终于被球队打破了僵局 球队的第十脚射门收获了一个进球 也是克雷桑这个赛季的联赛第九个进球 对方中卫的身前游移到了后卫线和中场线的中间这个区域 我们看克雷桑的位置 袁敏成在后面 陪帅在后面 然后正面还有一个后腰 应该是张元吧 但是在三个人的这个三角形的防区中央 一瞬之间没有人管克雷桑 克雷桑转身拉了一脚大弧线 正好绕过了董春雨 在远门柱旁边擦进了球网 克雷桑这球被干扰 克雷桑拿不到了 不可能之间还是捅了一脚捅给陈浦 再给克雷桑进来了单刀球打门2比0 下面场第十六分钟 克雷桑没开二度帮助山东队扩大了领先优势 这是下面场山东队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 哨声应该是别的意思 进球没有问题 奋力一捅 捅给了左边的陈浦 陈浦把球打回到中路 维赛斯在这拍手要球 然后不停球直接蹭给莫雷桑 莫雷桑顺势插进进区 在球门区之前两步的地方 一脚爆射2比0 这次进攻又是从两线之间 又是有 这球还有变相 又是由克雷桑的这个灵活的跑位 和队友的默契配合 赵立生开脚球 门前投球抢到了 莫雷赛斯回头望月 但是后点 延望进去里突 过来了 看看菲莱尼没封住 穿中 哇 阿清骨鹏也是空吧 外围远射 赔帅被挡住 还有机会再来一脚 江志鹏 好球王大雷终于有哭就了 看这个阿清骨鹏啊 这山东队之前的真正的空吧是金镜道 现在今天深圳队真正的空吧是阿清骨鹏 是不是空 这应该还是深圳队这边的教练在喊 角球莫雷赛斯 后点 后点 菲莱尼 头球压顶 泰山压顶的一记 头球冲顶啊 第二空吧给漏了呢 菲莱尼从禁区 靠外的位置启动冲过来 但是菲莱尼这样的人 不管站在哪儿也不能没有 陆阳好球 陆阳再推 段陵宇远端空了 跳到中路也不错 头球冲顶 还有补射 莫伊赛斯3比0 下半场第31分钟 山东泰山3比0领先深圳队了 今年中超联赛的争贯的悬念 然后自己冲上去 头球的大力冲顶 要先是头球的大力冲顶 然后一脚 爆竿的补射 董春宇 已经做到了极致了 哪怕有三头六臂 没有后卫队友的帮助啊 驴一在盯着莫伊赛斯 但是头球没抢到 补射也没反应过来 深圳队今天 这场之前 一个小时之前 山东泰山和武汉三镇差7分 但是7分呢 看着挺多 可是联赛剩下十好几轮 又有大反击的机会 半场大单刀 看看这球有没有 4比0 断流鱼边跑边回头看 挑射没进 哎呀 断流鱼可惜了 还是要霸气一些呀 张神那儿前面有人 左边 克雷桑没有人管了 莫伊赛斯也没人管 轻松地交给克雷桑 克雷桑 郭天宇第一时间没传 克雷桑自己牵进来 莫伊赛斯的二空间 郭天宇 4比0 莫伊赛斯的进球 山东队今天打开了 阵地战反击 各种各样的进球 这球第一下没给郭天宇 第二空当 郭天宇 其实在8月份回到球队以后呢 之前只进了一个点球 现在运动战进球也有了 他能够及时地找到自己的状态 看着他们场上这些球员 也有些替他们挺心疼的 还是那句话 希望也能发挥出 自己应有的水准吧 这时候王迪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山东泰山凭借克雷桑